大陸也來到台灣插旗了 就是北京萬通地產的老闆逢輪 是首家正式插旗台灣的大陸地產開發商 他地點選在哪裡呢 他地點選在淡水的小平頂山區 總共推出200多戶 每平的開價落在60到70萬 儘管在台灣還沒有開賣 傳出已經有不少的企業老闆搶先訂購 白霧一片高聳的圓柱形大樓 坐落在樹林當中 外觀看起來相當神秘 走進大門發現建築模型擺放眼前 原來這裡是大陸建商在台灣第一個開發案 到了這個假日 就會有十幾組客人自然就上門 而且都會有想訂購的意願 如果要透露的話 我覺得起碼有50%是可以訂購的 這個位在新北市淡水小平頂的建案 儘管還沒有在台灣正式開賣 不過已經吸引不少企業大老闆來參觀 因為未來這裡除了有商務中心旁邊兩棟大樓要蓋樓高29層的豪宅 坪數最小50坪最大有120坪 每坪開價落在60到70萬之間 總共有276戶在海外已經銷售將近三成 台灣預計要在今年三月開賣 而出資新建豪宅的人來頭可不少 有一家很重要的一個金融的公司 他們已經開始關注組織了一個小組來研究台灣的不動產 然後也有找我來談一些情況 我相信心動已經開始 行動就會不遠 逢倫幾年前就非常積極來台 而且為了這件案 其實每個月都會來台灣 去年更透過轉投資的公司 在台北設立子公司 成為首家插旗台灣的大陸地產開發商 這次來台試水溫能否邁出好成績 勢必成為兩岸防市重要的觀察指標 東森台經新聞狀行如知名新北市報導